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的线上平台大家一起共学来成长 我们这个主题是关心关心系列五 谈不确定思维的第七集 就是认知与体正 前面的课程里面 我们从偶然跟必然的探讨中 我们了解到人世间的运作方式 不是像我们想的这么必然而且稳定 往往我们都知道计划赶不上变化 充斥着无常跟偶然突如其来的发生 偶然看起来像没办法捉摸 充满了不确定 可是我们仍然可以透过思维模式 跟行为惯性来做调整 我们掌握着概率的关键方法 什么叫概率的关键呢 就是我们好好的去想想看 要怎么样去防范不好的偶然发生 或者是这样做以后 就大概让它发生的几率降低 避开了幸存者偏误 就是只有少数的证据 或者是一昧的直觉判断 那这些都没有办法来解决我们的困境 我们应该用一个非常正面的 非常广阔的 非常多面向的来思维 并且在偶然的陷起的时候 我们也能够超越偶然的束缚 甚至创造生命中正向的偶然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这种偶然的发生 除了什么金融海啸 或者是冠状病毒 其实如果认真看 它都是一个有迹可循 只是我们疏于防范 没有认知的能耐 或者是没有掌握正确的方法 或者是没有在概率上 好好的去做认真的思维 避免它的发生 这从整个大体上 从来自于个人上 我们都可以做这样的思维 那我们又在脆弱跟强谷中的课程 我们认识每一个人 其实都有反脆弱 我们有这种本质 有这种潜能 那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观察 第一个呢 我们就是在领域认知的突破 过去的领域认知上的框架 我们要打破这样的框架 我们也要留意我们的思想跟行动 是否一致 第二个呢 我们谈到过度悲语的反应 知道要有备无犯 而且我们也谈到了反者道之动 就是越是挫折 越能帮助自己成长 而且我们会让逆境成为挫折伤 从而越挫越勇 但是这种越挫越勇 是一种能够安住的 是充实的 是一个增长自己能耐的 那第三个呢 就是有机生命的深奥 那我们生命是一种有机体 非常的脆弱 可是它也是非常有灵活性 我们要善用这种灵活性 让自己不断的进步 第四个呢 我们在进化迭代的成长中 我们要运用整个时代的演化 在生理上的演化 以及我们在整个认知上的成长 在整个文明上的进步 我们都要与时俱进 自我增上 我们要学学化简为凡 这是在反脆弱的做法 化简为凡 我们有这种思想的经营 把大纲的思维更加的细致化 但是这需要不断的拓展 自己的知识疆界 以及知识的范围 所以这就要好学的功夫 人生其实有所谓的平均事坦 跟极端事坦 那么要具备极端事坦的思维 使自己在平时的小破洞中 韬光扬晦 在每天的小激荡中积蓄能量 以应付突如其来的变革跟磨难 避免天真干预式的看复杂的问题 以免弄巧成拙 那美前说动不如镜 可是眼前反而要静不如动 要化被动为主动 掌握认知的主导权 不会人云欲云 失去自己的主见 所以一定要成为好学的专家 将自己成为终身热爱学习的专家 孔子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所谓十四之意 必有忠信如某者 未尝如某之好学 他也读取颜徽的好学 所以他跟颜徽变成春秋的顶尖人物 到处收到欢迎 这个时代虽然不能完全依赖专家 可是也要尊重专家的决定 要广泛地收集可靠的讯息 做出对自己以及对他人 最可靠的决断 当然这些都会有过失 但是能够不断地修正这个过失 所谓孔子的无大过 言徽的不二过 那越修正自己 使自己的认知能力越强 具有的思维模式越多 而且越有力地去解决问题 在这个时代它反而有利于生存 我们这一集将针对 塔雷伯的不确定思维系列 这本书里面谈到的杠铃策略 延展来探讨所谓不对称的陷阱 不对称的陷阱就是说 他人的危机到我的身上来 那我们应该要如何来面对 这个议题我们要怎么来探讨呢 为何这一堂课程的名称 要叫做认知与体证呢 这要先从塔雷伯在2018年出版的 《不对称陷阱》来说起 它的英文如果翻成中文的话 叫做切肤博弈 或者叫切身厉害 更直白一点就是 暴露在游戏中的皮肤 意思是说面对问题 不只是纸上谈兵应该要公身入局 亲自投入其中 这也是郑国藩的名言 这一本书也有人翻译成 《利益攸关》 作中在作者不断强调的 就是要愿意为他人来承担损失跟风险 感受他人的事情 与自己的利益是有关的 我才会认真的为他人做事 像我们一般儒家讲究把国当成家 把天下当成家 就是他刻意地了解到 老百姓的得失就是自己的得失 老百姓的生存才能保障自己的生存 老百姓的繁荣才能保障自己的繁荣 有这种思维来执政 他才能够办出人证 其实或许更可以理解为 利害攸关 因为利害往往是一体两面的 往往人们的隐为处就是趋利避害 要有利害关系才有所警惕 所以我们一般说 水能载走 水能覆走 老百姓是水 管理老百姓的政治人物是船 政治人物跟老百姓 就是一个利害攸关的 我们两岸对这本书 我们都采用了原文的副标题 这原文的副标题就是 非对称的风险或者是不对称的陷阱 这些风险或者是陷阱都隐藏在我们生活之中 有待我们去发掘 关于这本书两年多来有这么多的讨论 但我们此处的重点是在许多隐藏与生活中不对称的 能给我们在认知与体正上有所启发 那我们首先谈到认知跟体正这种知与行的困惑 我们首先要谈谈塔雷伯尔他在书里面提到一则故事 希腊的神话故事 巨人安泰尔斯是大地女神盖亚跟海神波赛东的儿子 安泰尔斯住在利比亚 他力大无穷 只要他跟土地保持接触 他就可以从母亲盖亚那里吸取无限的能量 因此立于不败之地 安泰尔斯强迫所有经过利比亚的人都要跟他摔脚 否则就不能进入 在希腊式的摔脚中 只要能够把对手压制在地上 对手就算失败 所以安泰尔斯总能打败要过利比亚的过路人 可怕的是他不但要挡住过路的人 他还要把他的头颅砍下 给他自己的父亲波赛东来建神庙来竞销道 可是这时的每一个要过利比亚的人 人人自为 文风色变 纷纷走壁 直到大力神赫拉科勒斯 他为了完成哥哥也是他的敌人 欧律斯特斯的12个任务 其中第11项任务必须要经过利比亚 那就无可避免要跟安泰尔斯对阵 赫拉科勒斯试图要压制安泰尔斯 怎么压制都没办法 直到他发现安泰尔斯的秘密 他的秘密是什么 他的秘密就是从大地母亲上获取能量 所以他为了不让安泰尔斯得到力量 便把安泰尔斯高高地举起 使他没有办法触及地面 最后就把安泰尔斯惹死了 塔雷伯他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什么 安泰尔斯比喻作实践 他的妈妈大地神盖亚比比喻作知识 实践跟知识是不可分的 一分开就有致命的危险 接触大地的意向也代表 要跟现实世界紧密结合 在现实世界中面对种种的挑战 像佛经它叫做契经 它就是要契理要契机 契理就是道理是一个传承 契机就是要了解这个时代 你才能把古人好的道理走入这个时代 精学也是一样 精学也是要契理契机 契理就是知道古人的讲法 把古代的先圣先贤的好观念 做一个传承 可是他也必须要知道他走入的时代 结合时代领域的知见 结合时代的语言 他才能让这个时代的人所接受 我们实在是在网路教育学院的 经典学院中做一个架构式的整理 也希望用时代的语言让大家接受 其中我们有一个知的课程 把伦与有关的知做一个架构 叫做知是众庙之门 福始祥远 所有美妙的门就是知 它是福气的开始 吉祥的源头 就是一个知 禅宗有一个祖师 他也说知之一致 众庙之门 知它有无尽的奥妙 因此倡导新工具的西方哲学家 弗兰西斯·培根不禁得要呼吁 呼吁什么呢 知是就是力量 我们以前在国中英文单字里面 就有knowledge is power 就是出自它的名言 知识就是力量 这句话之地有声 直到今日依然提醒着世间人 汲取知识的重要性 但刚刚关于希腊的神话 这个比喻似乎强调的 知行是并重的 跟我们单独赞叹知 这种观点有出入 到底哪一个说法才是正确的呢 再者我们在上次的课程也提到 学习的输入跟输出要掌握八十二十的法则 百分之八十的输入 百分之二十的输出 这也不像是知行并重的样子 知行并重应该是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五十平均分配才是的 众所收知 王阳明思想的知行合一 有人说这就是辱学里面 知行理论的完备学说 是不是意味着跟孔子讲的好学 根本理念有一些差别呢 孔子是不是对知跟行这件事情 没有做过指导跟解说 中庸里面说好学禁乎智 那为什么不说知行禁乎智呢 读行到底跟知要怎么去配对呢 综合上述几个问题 我们将借着认知与体证的单元课程 来简单地进行探讨 期望在里面得到启发 到底认知跟实践到底要怎么配对 到底怎么做才得到它实际的效用 在《论语》里面有说 谁能初步犹赋 何莫犹是道也 我们说所谓的认知 就是认识明知 了然洞察 所谓的体证就是体察验证 公身立行 那要达到这个明知 验证是非常要紧 但我们必须要清楚目标 才有实践点跟下手处 总得要临时而聚 要很谨慎地体会各种的道理 而且要好谋而成 要做好思想工作 再来卷起袖子 加油干 我们学路人也勉励我们这些学生 不要凭着一腔热血 卷起袖子来干 不卷起袖子来干 天下还太平 前取袖子来干 必天下大乱 就是不要天真的干预 他必须要有殊胜的认知 找到关键点再下去执行 他才是事半功倍 所以不论是认知跟体证 重点都在行道 它可以是在认知上的行道 可以是在体证上的行道 都是一种行道 当然认知跟体证之下的行道 它才是最精准的行道 论语的这一句话就是 何莫由是道也 应该是在认知跟体证下的行道 为什么孔门的弟子 在他们要违证的时候 孔子也不加阻挡 因为他也是在认知下的体证 但有的学生知道 在大环境的情况下 没有办法行道 好好地在孔子所说的道上 寻求认知 这个也是一条路 孔子对这两种人 都是给予肯定的 那像子供 染球 子路 就选择以从政的方式来验证 延回或者是七雕开 这些人就选择认知 当然这也有在实际上的观察 这个以后我们再慢慢地说 他们说人生是很难得的 到底要怎么善用我们的人生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论 第一是我们人有思考的能力 所以有的人定义说人是思考者 我们足以藉由多元学习 来拓展认知 来创造价值 来留下传承 第二个是人能借力实力 懂得运用各种工具 来以小博大 化繁为简 举重若轻 比如说清晋善之士 来学习他们宝贵的体悟 就是一种借力实力 站在巨人的肩膀 孔子就是在 鲁国多君子的情况下 学得他一生的能耐跟学问 但认知思考跟体振用力的终极目标在哪里 我们到底要认知什么 体振什么 我们目标到底是什么 其实孔子都有名言 在孔子的传承里面 曾子所住宿的大学中 就是所谓的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清明 在子于至善 所谓的大学 朱子说的就是大人之学 就是人是有能力成为大人的 大人就是一个能够承担者 这个承担者在儒家来说 就是一个能够承担家庭的 承担家族的 承担国家的 承担天下的 能承担者叫大人 可是这种大人 大力量 大能耐 并不是要成为安特尔斯 或者是赫纳科勒斯的这样的大理事 而是要成为拥有反脆弱的这种勇士 身心是这种勇士 足以面对这种不确定性 以及在不对称的陷阱中 他能全然而退 达到身心平衡 而且他是越挫越勇 像孔子一样在春秋的乱世当中 培养他自圣跟君子的德性 跟情操跟学问跟能耐 所以我们才会说 以大学来确定 我们认知跟体证的目标 在认知上面 孔子要我们把握 子子而后有定 定而后能静 静而后能安 安而后能律 律而后能得 是指定静安律德的六个阶段性的做法 这六个阶段性的做法 它是在认知跟体证明明德跟亲民 透过这六步骤的学习 这六步骤来认知 来体证明明德跟亲民 明明德是要体证什么 亲民是要体证什么 是要认知什么 明明德的部分就是要认知体证 革物自知证 革物自知诚意 亲民的部分就是要认知体证 修身其家自果平天下 由认知来体证 内圣跟外王 一个是内圣的修学法 一个是外王的修学法 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承担众生 离苦得乐事业的大人 心意圆满了 能力也具足了 效果也达成了 这叫做子于至善 人生的意义也完成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掌握一个 知语型的大方向 那就是明明德跟亲民 以及明明德的子于至善 亲民的子于至善 那这两纲八目的诠释法 是我的老师雪如老人 有别于历代各家的说法 很容易让我们掌握大学的纲领 也容易让我们抓到认知跟实践的目标 总之知语型必须要相互配合 做法可依照大学的道理 其中这些细节就到大学的课程 再慢慢说了 那下一期我们实斋实斋 网路教育学用的课程 就是会开大学的课程 我们将依据雪如老人的科表 并且在字跟句当中 来解读这个重要的典籍 接下来我们要延续上一次的课程 谈到的是80、20的法则 那上次我们说到80跟20的法则 其实它最早是由意大利精细学者 帕洛托他发现的 他怎么发现呢 他在1897年研究 19世纪英国人的财富 还有他的收益的模式的时候 他观察到大部分的财富 都流向少数人的手里 而少部分的财富 却由大部分人来享用 因此他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 财富在人口中的分配并不平衡 这是可预测的事实 后来这个理论也被广泛的应用到很多的层面 重点让我们找到影响整体的关键少数 从中创造改变 这个理论跟塔雷伯的杠零策略理念是相似的 但塔雷伯的百分比是90比10 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掌握这个法则比例呢 这个将80跟20法则发扬光大的作家理查科克 他在书中也曾表现 其实在某些情况下 甚至有可能是99比1的法则 例如我们人语上有说的一言新邦一言上邦 一言新邦就是说为君兰为臣不一 这个关键 雍正皇帝他就是常常用这个来勉励自己跟臣子 所以他13年的改革中他没有不成功的 你知道吗 历代的改革都是失败的 只有他成功的 比如说贪丁入母火号贵宫 世神一体当财 13年间完成了 他留下几千辆万辆的白银 非常充足的福库给乾隆皇帝 创造了乾隆的盛事 我们一般说康乾盛事 其实康不算盛事 乾也不算盛事 康熙留下来的烂坛子是被雍正改革的 而乾隆是站在这个基础上 但乾隆的好大喜功 也是造成清朝败亡的原因 一言上邦是说 当国君的人认为当国君当天子 感觉真好 就是他的话没有人会违背 可是好的不违背 那是可以的 坏的不违背 不是一言上邦吗 所以历代的暴君 都是在很多岛行逆施的措施 忠诚不堪违背 奸臣大力勇富 所以子贡才说 咒王并不是我们形容的那么残暴 只是因为太多的小人附和他 所以暴政的效果才格外的彰显 这叫一言上邦 所以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到 这种不对称的比例 似乎更像杠杆的原理 掌握关键的因子 便足以扭转整个局势 就像阿基米德说 给我一个支点 我可以用一根杠杆敲起地球 同理我们善用好的方法 我们就能足以以小博大 那怎么做到呢 我们先粗浅地了解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叫做什么呢 叫做博片分析法 博片分析法它是一种认知模式 我们先举两则故事 帮助我们了解 第一个故事是说 有一栋民房 它的厨房起火 消防队赶到现场 发觉到火势不是很大 所以用水枪朝向厨房来注水 可是火势仍然不灭 消防队员正准备加强水势的时候 结果副队长当机立断 要所有的队员立即撤离现场 就在最后一个队员离开民宅的时候 地板随之崩塌 才知道火源是在地下室 而不是在厨房 副队长的判断是正确的 那副队长为什么可以做出这样的决定呢 他事后也回想了 这是他直觉给他的指令 他也如实地下达 想不到因此避免了一场灾难 可是这个直觉不是我们一般讲的直觉 反而反脆弱当中要避免直觉的反应 他这个直觉像冰山一角一样 在水上出来的冰是一点点 在水下的冰是一大堆 他是累积了多少的经验 在眼前简单的表象 就能做出最正确的判断 他后面的经验阅历 是你难以想象的 我们一般说知迹其身乎 他也是在这个场景下说的 另外一个例子是发生在 美国的一个真实航空事件 一架民航机在飞行的时候 遭到飞鸟的撞击 飞机的引擎停止运转了 这时候他的飞行高度只有900米 航空塔台要求民航机立即返航 但是机长萨利 他直觉感觉到他要迫降 因此就降落在哈德顺河上面 结果机上155人完全幸免于难 这个故事我们以前也说过 但萨利机长并没有因此受到表扬 而且航空公司也质疑他 怀疑他制作主张的英雄行动 这种英雄行动 并不是唯一解决问题的办法 因为飞机如果返航的话 其实可以避免飞机的损失 迫降在哈德顺河的时候 这个飞机其实是要报废的 可是在十多次电脑的模拟飞行后 发现唯有迫降 才是当时最好的解决方式 其余的方法都会造成飞机坠毁 这种坠毁一定是没有人生还的 所以萨利机长这种成功的奇迹 史称哈德顺奇迹的创造者 消防队的副队长跟萨利机长 其实都发挥了潜意识 认知的两大特质 就是自动运行跟快速决断 纽约克知名的作家 格拉德威尔他做了多方的采访 跟归纳整理之后 他归结出薄片分析法 薄片分析法就是一种快速认知 通过极短的时间 他就可以理解事物和行为规律的 这种潜意识能力 就是他这种潜意识能力 能够很快速的理解事物 也很快速的知道这一件行为模式 它后面的意思是什么 以及它跟吉凶或夫的关联 你知道有经验的老人 他往往看到年轻人 一眼就知道他是不是实在的 他说的话是实话还是谎话 他的眼神像孟子在文里面就说到 观其蒙子 他就可以知道这个人心胸是什么 是善还是恶的 他都可以很快地判断 那孔子也有这样的眼力 为什么他们在潜意识当中有这种能耐 就是因为他们能够三繁就简 从大量的信息中删除无用的信息 提出关键的信息 来做决定性的判断 意思就是说他们有大量的经验 而且这经验都是不断地在磨练 在知识背景 历史恋心中去萃取出来的 那近来这种薄片分析法 进化成MOT的关键时刻 MOT关键时刻的方法 其实就是透过平时对于问题的窮举 然后足以的过滤 最后找到关键 集中火力解决问题 像爱因斯坦说 假如世界末日 这个只有一小时来解决问题 我宁可花50分钟来知道问题在哪里 10分钟来解决问题 其实这个关键点就是我们的认知 其中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洞察 就是所谓我们的认知 第二个是落地 就是提振 必须要把重心放在认知上 但这个认知要有足够的经验做基础 才能举出有效的问题 你看那些顾问专家 他就提出很多关键的问题 能够举出有效的问题 有的公司 他发现他们公司是要整顿他们公司 几百个问题慢慢去找 但他可以找到关键的10个问题去解决 他整个业务就成长了 所以举出有效的问题 这种认知是非常的重要 接着对这个有效的问题 在逐一的辨析整理出关键的问题 在集中落实来执行来改善 这才能解决问题 例如在《快思漫想》的作者丹尼尔卡尼曼提到 人的感受分杂 归结起来都集中在最高最低最终的三个时刻 要避免产生最低的失漏感 营造最高的触动 并在最终留给人好的印象 这样就能在举办活动 或者经销产品 或者待人接物上面 达到好的成效 就好比说我们以前参加的演讲比赛一样 往往都是在重点上能够引起裁判官的注意 在结语上能够让裁判官印象深刻 它就能够突出 还有几十个演讲当中 你是最后出来演讲的 也有利于裁判官留下深刻的印象 往往这种归纳分析 比例也接近90比10的比例 往往关键都在这10%问题的解决 就能达到90%的成效 重的来说就是更能做到效率验证 所以在认知的层面 这个比重要花费较多 它不是50% 50%的 回到前面谈的认知与验证 而来成就的大人自学的明明德跟清明 必须要透过指定静安律得的六个层次 最终达到指于至善的德 但是要前面的这些指定静安律 这种有效的认知 经过90%的经营 才有后面10%的提振 而后面这10%的提振 跟前面90%的经营 它才是真正创造出最好的知行的价值跟成就 以上是这一集的大义 我们来说结论 第一个 我们这一集的认知跟验证 我们从希腊神话 认识到知与行应该并重 但也举出 到底知跟行的比重要怎么拿捏 第二 我们藉由大学掌握了知与行的梗杆 原来知与行的目的就在明明德在清明 以及明明德的子于至善 清明的子于至善 并透过指定静安律德的六个阶段 来达成明明德子于至善的目标 清明子于至善的目标 第三 我们从帕列托的八十二十法则 看到塔雷伯杠领策略的九十比十的比重 最后MOT 的关键时刻洞察与落地 这些其实都是在讲掌握认知的关键 来达到实践验证的效率 所以如果这些能够会禅都能够帮助我们了解 什么叫做知行合一 什么叫做解行并禁 而不会被表面的文字混淆 我们都知道那个比重 或者是知是百分之八十 行百分之二十 或知百分之九十 行百分之十 就努力地找到关键点 然后去实践 就会达成最好的效果 包括明明德跟清明都是一样的 要帮助老百姓解决问题也是这样的 第四 下一集我们再进一步地谈 认知跟验证的不对称知行平衡之道 并另外分享科学的处事法则 相信我们在这些的谈论当中 一定可以给我们重新去解读国学 重新去了解文化的价值 并且要落实这些文化的推广跟落实 我们也都知道我们的分寸 我们的方向 我们的比重 好 这一集就谈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